今晚各区有特别交通措施 港铁大部分路线都通宵行驶 3、2、1 随直有不少市民选出去迎接新的一年 与去年在建筑物发放烟火不同 维港第一次在随直有烟花会演 搭正凌晨凌时发放烟花 警方预计会有超过20万人 在维港两岸观赏 尖沙咀广东道一带8点开始封路 天星码头巴士总站会暂停使用 之后封路的范围会逐步扩大去到油麻地 和通去西九长廊一带的路段 湾仔会展新翼一带 夜晚9点开始封路 到11点介乎分域街和非林明道一段的会议道 也会封闭 防烟化期间维港内外多条道轮航线 也会暂停服务 中环兰桂坊6点开始封路 8点起通往兰桂坊的德纪立街 史丹利街 威灵顿街 也会禁止车驶入 在另外一个倒数夜晚地区铜锣湾 时代广场外围的马路 5点开始分阶段封闭 维园旁边的告示打道 世贸中心一带 I-Mine也会陆续封路 港铁大部分路线 随即去到元丹会通宵行驶 九巴、新巴和城巴 有多条特别通宵路线 和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 警方呼吁外出的市民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没有拍摄